一名男子呢因为盗窃被判了六个月 复兴结束了走出监狱了 结果几分钟之后呢 他又强势惊艳所有人 8点50走出看守所 8点54在附近偷了一辆电单车 电车卖了650 换了一身新的造型 11点又被警方布控再次的把他抓获 打工就不可能打工了 这被警方不可能打工了 今年20岁的小刘是淮安一所高校的大二学生 从上个月起 小刘的精神状态就出现了点问题 总认为周围的女生都喜欢自己 该同学呢 当时觉得他自己在学校是最帅的 觉得就是有很多很多女同学呀 就是都喜欢他 于是乎就跟那个全校的女同学呀 就分别告白 然后就是女同学呢 即使明确的拒绝他 他还是觉得人家是碍于念子 不好意思答应他 女人 你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么我现在来到了广交会地区这里 现场举办住的就是Comet Club的漫展了 有不少COS是COS配着他们喜欢的 游戏动玩漫玩哪边的角色呀 我COS的是海贼碗里面的陆飞 海贼碗里面的陆飞 近日在山东资博一元县 五名男子深夜盗走超市价值4万余元的烟酒 再联系另一名男子韩某肖脏 但在肖脏时被男子韩某黑吃黑 趁他们不注意将到来的物品抢走 小两口在谁受伤害 更多的问题上想叫个高低 连一旁的老丈人都忍不住要插话 这次最放过上海的最老河了 那边我肯定不会联系的 这边离那边很远的 哪里他哪里呢 他现在是绍兴那边上班的 这边也是绍兴呀 023年12月18号晚上9点多 王某开车送儿子回学校 在学生宿舍楼下看到了一辆 与众不同的白色山地车十分喜欢 于是趁着四处无人 悄悄将这辆山地车 藏在了自己的路虎车后备箱里 带出了校园 王某称自己并不差钱 就是因为喜欢顺手就偷走了 而几个月前 王某也是因为喜欢 盗窃了他人的罗汉松盆栽 你真是饿了 2月18号正月初九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 毛建区一小区住户 王某家中被盗 民警立即调取公共视频排查 很快锁定了嫌疑人 谢某的落脚点 成功将其抓捕归案 谢某交代 2023年7月中旬 他在甘小区附近马路上 捡到一把防盗门钥匙 之后 谢某一有空闲 就拿着这把钥匙 在小区挨家挨虎市 经过半年多的尝试 在2024年7月初九这天 他用这把剪刀的钥匙 打开了王某的家门 实施了盗窃 坚持才是胜利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我们这边是这张电视台 188黄金眼的 店里的这个产品 有没有那个3C认证 或者那种报告之类的 我还有在如水两桥 记者也希望和圆通方面 做个交流 客服发来一个媒体热线号码 我们打了过去 正在转机中 您所拨打的用户线故障 也爱欢 一心阑珊 打了两次电话 可能是已经退款的缘故 都没有接到人工客服 这时 网友给了一个 给客服打电话的建议 咨询商品有质量问题 是吗 请您说是或者不是 嗨 i i can't speak chinese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 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等着我 与人的呼唤 每一碗 每一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